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魔末所示 都不是佛法 所以佛法是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 菩提心绝对不能忘掉 什么叫菩提心呢 菩提心就是决心 我们今天要决心 就不迷 菩提心要没有了 人就迷惑颠倒 你在明文立亚 五欲六成 你在这个里面呢 菩提心就没有了 没有菩提心呢 修业切善法 统统是魔王所示 为什么呢 善虽然有善报 没错 你没有出三阶 你那个善报报完了 你的那个物业种子又现行 你看看 是不是 还是在六道里面 三山道 三卧道 永远在那里循环 给诸位说个真实话 如果你没有能力 离开六道轮回 你在三卧道的时间 越近成久 你在三山道的时间 是短暂 作为魔就是正 也就是 障碍你能心见性 这就是魔 障碍你修行正果 魔王为了 是指的这 那么由此可知 不但一般讲的 修行正果 实实在在念佛人 也障碍你 瓦瑟 纵然你始 始种种善 你若没有菩提心 也不能瓦瑟 我们看看世界 做这个色情的意义 太多 太多 表面上看起来 好似 这得赞叹 我们世间人赞叹 佛菩萨不会赞叹 为什么呢 佛菩萨看到将来的因果 现在在我们这个世界 现前这个社会上 做大观的 发大财的 都是全身修的佛啊 他发达了 他对社会 对众生 是不是有真正的贡献 如果有真实的贡献 如果有真实的贡献 他来生还有大负宝 希望他来生还不糊涂 来生也糊涂 也作威作福 必定就多了 相当不容易啊 菩提心是真心 真诚 菩提心的体是至尘性 真诚到基础啊 菩提心的作用 对自己来讲 好善好得 对一切众生 大慈大悲 如果没有慈悲 没有好善好得的心 纵然修 种种善法 他得的果报 是三界有漏的果报 不能要生死 不能出三界 也不能往生 念佛念得再好 也不能往生 为什么不能往生呢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 所有往生的人 都因菩提心 我们有菩提心 那就是念到一心不乱 也不能往生 有菩提心 你修的善业 这个善业 叫做敬业 为什么 心清净 心清净 修的这个业 业清净 就不叫善业 所以你今天是善心 修善业 悟心修悟业 善心善业 果报在三善道 悟心悟业 果报在三悟道 统统出不了轮回 超不了三界 问题在四界 只要不出三界 都是磨业 由此刻之 这个敬业不重要 菩提心太重要 太重要了 发菩提心 帮助一切苦难重生 还是本分死 就像一个慈悲的父母 照顾他的儿女 本分 没有任何条件 世间人还有条件 他是我的儿子 这是条件 我把他照顾好 将来他有成就 我也得几分荣耀啊 这世间人 佛没有 佛这些念头 完全没有 只有全心全力的付出 没有一丝毫的利益自己想得到 没有 如果有这个念头 他的心就被人爱我了 那就呼呼起来了 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啊 练什么呢 练不止住 不分别 不起心 不动力 这叫真功夫 那 是不容易 佛教我们有个方法 敬宗同学 你有什么方法 来化解你的妄想分别之处 敬宗的方法非常巧妙 就用这一句阿弥陀佛 中文大德常书 不怕念起 只怕救治 什么念头 执着的念头 分别的念头 齐心动念的念头 齐气嘛 念头才乏第一念 第二念就回归到阿弥陀佛 把这个念头打掉 只需心里都有一个念头 我们用这一个方法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修这个支撑心 修身心 修回向发远心 用一句佛号修这个心 发心念这个佛号 再用这一句佛号修菩提心 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互为因果 一向专念是因 发菩提心是果 发菩提心是因 一向专念是果 互为因果 相复相争 这样就对了 我们能不能真正发起菩提心呢 给诸位说很难 太难了 实实在在讲 难在我们对于四里的真相 一直到现在还是很猛火啊 你说经典呢 做了这么多了 听了这么多年了 实在讲是似懂非懂 说你不懂吧 你好像也懂得蛮多 说你懂吧 你确实没有经济 为什么天良会似懂非懂呢 听良没有照做啊 所以你懂得 所以你懂得那些呢 全是属于皮毛的常识 我们中国俗话讲道听图书 听别人这么讲 听佛菩萨说了之后啊 我们自己要把它证得 一定要轻证 怎么个证法 就是要把它做到 做到就真的了 今年的再多 你念了十万名 念了二十万名 如果不能解忆 如果不能修行 修行就是照封 不能把经典的教训 用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 那就是没有修行 今年的再多都不用 感谢观看